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老陳 今天要來玩兩支沾水筆,竹子座的沾水筆 一般而言,我是不太玩沾水筆的 因為我玩鋼筆的原因是因為覺得 除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把液狀的墨水放在筆管裡面 然後透過一片割了縫的金屬片流出來 我覺得這個構造很神奇 那一樣有一個片狀的結構 可能是金屬,可能是竹子的,可能是玻璃製的 但是沒有把墨水除在裡面 我覺得就沒有這麼有趣 所以我不太喜歡玩沾水筆 但之前我的朋友,我高中同學 武文發是他的綽號 本名叫武定凱,武定凱先生從土耳其回來 帶了一支阿拉伯書法專用的沾水筆來給我 然後我去日本玩的時候 到新宿有一家很大的話劇店 叫做世界堂,不只是話劇,文具 他有賣各種很神奇的話劇 什麼油畫水材各種都有 然後還有有的沒的比 然後我看到這支 我覺得他長得蠻可愛的 所以就一起買下來 所以今天來玩給大家看 首先墨水 我隨便從我的罐子裡面 隨便抓了一罐墨水 這個是埃及玫瑰 台灣放一張埃及玫瑰 好,我沾一點 嗯,我不清楚 這種卓制的沾水筆沾這種墨水效果好不好 好,阿拉伯文 好像是長這樣的吧 然後可能會有這種形狀 嗯,實驗證明 就是這個墨水有點太稀了 所以他很快就乾了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吧 我其實不太會寫阿拉伯文 不是不太會寫,我根本不會 反正 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既然他是一個斜斜的平肩 那我們就用他來寫哥德提好了 唉唷,好難寫 好,我現在在做的是一個不良示範 因為我自己哥德提本身也沒有很強 然後就這樣亂寫 呃,大家在家裡記得要 拿有格子的紙 或是 用鉛筆打好格子再來寫 不然就會寫得很醜 像老成這樣 好,我後面懶得寫阿 反正呢 綜合來講 我覺得是一支蠻有趣的筆 好,我們來看看寫草寫的話呢 好,我們來看看寫草寫的話呢 我寫那個Fast 來寫我自己的名字好了 Way Chan 恩,其實還蠻有趣的 有一些粗細變化,很好玩 大家如果去土耳其的話可以買 欸,我發現 我可以用他來畫愛迪達 恩,好 畫的蠻醜的 不過算了 好,這支是阿拉伯書法筆 接下來呢 其實我也擔心他 有沒有辦法沾進我墨水裡面 恩,好可以 可以沾到墨水 好,這支筆是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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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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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不同的角度,我把它握得很直 他把筆尖 反寫也比較細 我覺得他把這個筆尖打磨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畫八隻角度有不同,會有些除息變化 這個好好玩喔,我愛上這支筆了 但各位所見,因為他是沾水筆,所以前面觸摸量會比較多,到後面就越少 這可能跟我使用鋼筆墨水有關,他的變化非常的明顯 很快就發現墨水很快就寫完乾掉了 如果用一些比較濃稠的墨水一顆呢,就沒有這個困擾 把它插帶好了 等一下,來去水洗 但因為這是竹子做的,所以可能水洗應該沒有辦法洗得乾淨 不過沒關係 我突然想起來 我去日本買的沾水筆其實不只那支 我還買了這一個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手指尖沾水筆 手指,它是一個 一隻右手的形狀 然後伸出食指 好,我們一樣來沾上來看鞋 FINGER 唉唷,我覺得還不錯耶,我以為會很刮的說 嗯,但是當然這種沾水筆是沒有一點的,所以它接下來的滑盛程度 絕對沒有辦法跟鋼筆來比較 我先把這個墨水蓋起來,讓它弄倒 但是,嗯,這個筆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 還要滑 還要,還要好險 輕輕壓也可以看到一點粗細變化 嗯,原本在我心目中我想說手指尖是一個長得很炫 但是應該用起來不好用的筆尖 嗯,當我用了這隻手指尖之後,我就改觀了 我覺得,哇,它好好寫,好棒 我以後可能先來巫師會多拿這隻手指尖來寫 我發現它的除墨量其實還不錯 嗯,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會有一些 墨水被卡在其他手指上,然後 你用不到 我們再來測試一下,沾一次可以寫多少字好了 沾一次水,然後開始寫滑吧 好吧,沒有很多 嗯,我覺得很有趣 嗯,我覺得很有趣 這支筆尖很棒 這個時候呢 我再拿出另外兩種筆尖 嗯,這支手指尖跟 這支竹筆還有 這兩盒筆尖都是我在 新宿的世界堂買的 因為那邊 買的東西很多樣,而且又滿便宜的 所以 當時買的滿開心的 好,首先這個是 嗯,金色的巨尖 我印象中巨尖應該是 一種有彈性的筆尖 可以拿來寫 書寫題 好,我們把我們可愛的 手指尖拿下來 裝上我們的 G筆尖 嗯 為什麼要裝不上去呢 有點卡 好,我大概把它固定了一些 好,一樣 不用一樣的墨水 我換一張紙好了 這張紙已經 好了 嗯 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劈腿的幅度 居間可以劈得很快 但是 嗯,同樣因為墨水流動性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 一路流下流很多 所以很快就沒了 所以我應該要來去擺 沾水筆磚用墨水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粗細變化非常的驚人 非常的了不起 了不起後面要這樣負責 好,這邊 是我的 最後一種 沾水筆筆尖 這個筆尖叫做 日本字筆尖 它這邊 評價名寫的是 Niko 日光這個牌子 Nipponji 日本字 Nipponji Pen 嗯,Pen就是筆 也可以指筆尖 在日文裡面 Nihonji pen 日本字筆尖 聽說 這種筆尖很適合拿一些漢字 它就叫日本字 所以呢,我就買了一盒來試試看 因為買一盒的話 平均單價比較便宜 它也可以拿來分送或分賣給親友 所以我就買了一盒 很棒 好,我們把這個筆尖裝上去 我們來看看 適合寫漢字的筆尖 多好寫 嗯,基本上呢,它是一個不太有彈性的筆尖 然後 還不錯 因為它很細,所以出水量很小 所以 你看我 沾了一次 可以寫這麼多字 雖然它叫做日本字間 但是我還是硬要把它拿來寫英文 English 好啦,拿來寫英文就 沒有很好看 因為 它沒有辦法寫出這種粗細變化 沾水筆就是沾水筆 它寫下來就是 有點刮紙的感覺 但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 這個很細 這個可以寫非常小的字 我覺得很棒 好,以上就是 我的沾水筆 然後 我已經 沒有其他沾水筆跟筆尖 可以給大家看了 那我以後如果 還有玩其他類似的玩具 也會 破給大家 謝謝各位 拜拜